坐标平面上 一个半径为15的圆 与直线X加Y等于0 相交于两点 且这两个点的距离为10 若此圆与直线X加Y等于30 交于PQ两点 则PQ线段长为多少 那这题考虑是圆与直线的关系 那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题目给定的直线X加Y等于0 跟直线X加Y等于30 它们是平行线 所以我们先求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 那利用距离公式可以得到 它们的距离会等于15根号2 那接着同学可以参考右图 按照题目的条件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圆跟直线X加Y等于0 相交于两点 那这两点的距离是10单位 好 那圆的半径是15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B式定理得到 斜边是15 那其中一股是5 那可以求出OR的长度出来 好 所以利用B式定理 求出OR的长度是10根号2 那配合刚刚讲的 两条平行线的距离也就是RH RH长度是15根号2 然后OR是10根号2 所以可以知道OH的长度 会是5根号2 所以最后再用B式定理 斜边是15 那其中一股是5根号2 那B式定理可以求出PH的长度 是5根号7 那所以题目所求的PQ 就是两倍的PH 就是10根号7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谢谢大家